大家好 本节课我们来讲一下Unity3D的音频系统 相信大家对电影都非常的熟悉 它主要由两部分的效果来组成 一个是视觉效果 另外一个就是听觉效果 我们片子的气氛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我们的音效来带领的 如果我们的音效固加的话 那么带震撼的视觉效果也不会为这部片子赢来满分 我们的游戏也是一样 音效在我们的游戏中也起到了同样的决定性的作用 它能够把玩家牢牢的锁定在我们游戏的氛围当中 在我们的游戏中声音通常有两部分制成 一个是我们的背景音乐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音效 本次课程我们将会讲解到Unity3D的系统各个的音频组件 包括我们的滤波系组件 以及在Unity5.x中新加入的混合器组件 AudioMaxer 在课程的最后我们还要完成一个简单的音效控制面板 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回到我们的Unity看一下实际的运行效果 我们这个例子呢 代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控制音频源及Listener 像这个门旁边呢有一个触发器 那我们走到门边的时候这个门会打开 并且发出开门声 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的混合器控制 在我们这扇门的后面有一个混合区域 在进入到混合区域后呢 会播放我们的混合音效 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AudioMaxer的控制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控制面板的实际效果 先播放 当我们按下M键呢会弹出来音效控制台 这里有音量控制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清楚 然后有一个背景音乐的开关 上面这一部分呢是音源控制 就是控制我们的音源组件 下面这部分是调音台 用来控制我们的AudioMaxer 点开音乐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滑块 来调出不同的效果 好 让我们走到这边实际效果 我们先播开背景音乐 看这个调门的声音 打开我们的混合开关 会有混合音效 当我们离开混合区域呢 这个混合音效就会失去效果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达到的效果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实战环节 ok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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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